《花蓉》是由居靖一、郭俊臣、刘东沁等主演的轻骨风仙侠剧 讲述了女主未知与男主颜月历经三世聂恋 终破除凤凰涅槃将毁灭三界的浩劫宿命 携手改写天道的仙侠故事 《花蓉》正在热播 本来以为剧中最虚伪自私的人是魏灵月 魏灵月从小就不受父亲的宠爱 嫉妒自己的妹妹 却还装出温柔大方、姐妹情深的样子 后面甄选凤凰 也彻底暴露了魏灵月的真面目 魏灵月为了得到师尊炎月的垂青 又想得到凤凰的荣耀 真的是不择手段 然而魏灵月得知魏之才是真的凤凰 就污蔑凤凰跟魔族勾结 祸害人间 甚至为了巴结国师上位 不惜出卖亲妹妹的清白 把妹妹献给了国师 然而 剧中比魏灵月还要虚伪自私的人 竟然是天界的掌权者天地 最可怕的不是凡人为灵月的虚伪自私 而是身居高位的天地 要是做起恶来才是三界的灾难 在剧中 颜月带回了枯萎的花容 天地以为颜月斩杀了凤凰 自己就不会衰老 就可以继续稳坐天地之位了 天地才是剧中最自私虚伪的人 他以为颜月再次斩杀了凤凰 阻止了凤凰涅槃 再也没有人能威胁到的地位了 所以就撕下了那张虚伪的面孔 不用继续装下去了 天地的这副嘴脸真是令人作恶 天地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明明是为了一己之私 为了活命和保住自己的地位 却还让别人都相信 他大意凛然是为了三界苍生 为了自己的私心 真是颠倒黑白 残杀无辜 天地真的是得不配位 天地的虚伪和自私 骗过了所有人 将所有人都玩弄于鼓掌之中 然而天地的真面目 迟早也会有暴露的一天 以为别人都是傻子 看不出他的私心 最后连他的儿子颜月 都知道他的虚伪自私 开始为了保护未知反抗天地 总而言之 天地才是剧中最虚伪的人 比魏灵月的自私更是过犹不及 更是骗过了所有人 天地的遮羞布 迟早会被人扯下来 最终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fashion 变窑 反映 流 Abd